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我想要一个孩子 所以我选中了贺景瑶 因为他长着一张华人顶级颜值的脸 住得起五星级酒店 在餐厅我偷听到他打工作电话 智商头脑都在线 我花了半个月接近他 制造各种偶遇 终于在半个月后 我走进了他的房间 贺景瑶的技术对得起他那张脸 微醺之后感官被无限放大 我的酒品一向不好 我看着居高临下望着我的男人 鹿齿一笑 一双眼睛都眯成了月牙 我张开双手 他伸手想去拿床头的东西 我拦住了他 不用,我吃药了 他神色一顿 然后发狠地掐住我的腰 你还真是妖精 我跟他在夏威夷海岛上待了七天 整整七天 我们大半时间都在酒店里度过 清晨 我从他的臂弯中醒来 睁眼就能看到那张被女娲精挑细琢过的神眼 我伸手触碰到他的皮肤 用指尖细细描绘他的轮廓 这高挺的鼻梁 漂亮的眼睛 锋利的下颌线轮廓 我越看越兴奋 脑子里已经浮现出自己未来孩子的样子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肯定都超好看 也许是我眼里的兴奋过于明显 他勾唇一笑 在想什么呢 我也笑 手指头慢慢往下 我在想 看着这样一张脸为我动情 真是一种盛大的感官享受 他猛地翻身 把我握住我的手腕 骨骼分明直接修长的手插进我的发间 骤然用力扣住我的后脑勺 在房间完够了 我们也会出去看风景 在海岛的沙滩上 我的裙摆被海风扬起 他从背后贴近我 他赤裸的上半身 滚烫结实的肌肉贴着我的后背 这个男人的身材 真是该死的惹火 当然 注意到他惹火身材的女人 不只是我一个 在他独自转身打电话的时候 就有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 上去跟他搭讪 他摆手拒绝之后 回到我身边 我笑 你还真是招风引蝶的体质啊 他 不是这体质的话 那把你吸引来吗 我偏头注意到 那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 还在觊觎贺景瑶 这就挑起我的胜负欲了 于是我低头 在他的胸口上 留下一枚香吻红唇 我抬眸 用湿漉漉的眼神看着他 你是我一个人的 他眸色一变 呼吸也随即变重 那天 我们没有来得及回之前住的酒店 而是就近找了家旅馆 旅馆隔音不好 我死死咬住嘴唇 才压抑住自己溢出来的声音 贺景瑶的嗓音有些嘶哑 带着慵懒的鼻音 温浅 不要忍 整整七天的缠绵翡策 七天之后 助理帮我订好了回国的机票 刚确定好行程 贺景瑶就拿着红酒和红酒杯过来 我穿着他的衬衫 露着白皙的大腿 纤细的身子 陷进沙发里 我把手机灭瓶丢在旁边 往旁边一靠 衬衫领口没扣好 露出大片春光 他在酒杯里倒上红酒 我刚想伸手去拿 他却栖身而上 一只手掐住我的脖子 另外一只手拿着红酒杯 自己喝了一口之后 低头稳住了我 甜烈的红酒跟随他的吻 一起灌进我的嘴里 我的脸一阵燥热 窒息的吻之后 他微微起身 把刚才没喝完的红酒 倒在我的身上 白衬衫被染红 看起来分外腰也奢靡 我想着 反正是最后一页 那就再放肆一次吧 于是我主动稳住了他 当晚 我趁着贺锦瑶熟睡 在床头留下一张银行卡之后 离开了房间 而我的助理 早已经将车停在楼下 两小时后 我就登上回国的飞机 跟这里的一切说拜拜了 事情很顺利 当月我的大姨妈 没有如期而至 我一查 两条杠 我欢心去月收拾东西 飞往法国养胎 十个月后 顺利生下高颜值的小公主一枚 爸妈如愿抱上金孙 也不再干涉我的事业 但两年后 我妈无意中晒出来的一条萌娃视频 在网上爆火 点赞上百万 我一下子就嗅到了商机 从珠宝设计公司老板高调 转变成萌娃辣妈博主 短短两个月 迅速圈粉上千万 结果就出事了 晚晚现在两岁出头 长了一张圆嘟嘟的小肉脸 古灵精怪的性格 十分讨人喜欢 老妈发的视频 无意中爆火 这超乎了我的预料 但是今年公司的生意不好 短视频行业兴起 很多企业都蹭着这股风 混得风生水起 我的助理找大师算过 这会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 我的公司卖的是珠宝和服饰 针对的都是女性 如果我能以一个辣妈的身份 站稳脚跟 公司的销量就不用发愁了 而对于晚晚的亲生爸爸 为了不产生那些没用的羁绊 我从来没有去查过她的底细 就当是一场艳遇 对方应该也会很快就忘掉 就算对方真的还记得 并且找上门来 我大不了给她一笔钱 老娘有的是钱 但我万万没料到的是 对方比我有钱 她不想要我的钱 她想要我的命 粉丝破千万的当天晚上 我高兴地独自在家喝醉了酒 难得晚晚去我妈那边住 我一个人独自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 喝多了 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倒头就睡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被剧烈的手机铃声吵醒了 我顶着宿醉之后 昏尘闷痛的脑袋 摸到了掉在地上的手机 是助理打来的 十几个未接电话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 我促眉点开通话键 电话一接通 助理撕心裂肺的声音就从手机另一边传来 老板 你快跑 我有些疑惑 公司最近没欠钱啊 但助理还没来得及说下一句 我别墅院子的大门 就被人开着铲车撞开了 我的睡意瞬间清醒一大半 赤脚跑出门一看 发现有几十个黑衣保镖 把我的别墅团团围住了 而撞开我家大门的铲车 还把我院子里种了多肉给撞翻了 虽然我还不明白是怎么会是 但想我堂堂温前也是 见过大场面的女强人 我赤脚顶着鸡窝头 就冲拿着人大喊 你们是什么人 我报警了 在我们大中国法治社会下 这帮人还能无法无天啊 但下一刻 铲车后走出来一个 穿着黑色西装 骑长鼻挺的冷峻男人 他表情微怒 似乎在隐忍着什么 本该一丝不苟的头发也乱了 西装里面的衬衫扣子也没扣上 似乎一晚上没睡 就等着此刻来找我算账 对上他视线的那一刻 我的双腿一软 差点跪倒在地 他冷冷吃笑出声 温前 你继续跑啊 我也想跑 可是我腿软 我跑不动啊 电话还没挂 助理的电话在另外一边响起 他嘶吼 老板 你之前在夏威夷勾搭的那个男人 他是港城贺家的掌权人 他知道你怀了他的肿跑了 昨天半夜就在你爸妈家蹲守 今天一大早就把弯弯接走了 老板你快跑啊 你要是被他弄死了我的工资 谁给我发呀 港城贺家掌权人 这个词我不陌生 谁不知道 鼎鼎有名的贺家呀 更别说那位近两年上位 从未在社交媒体上露面的掌权人 我看着眼前的男人 相比于三年前在夏威夷海岛上的缠绵宠溺 此刻的他似乎已经被怒火吞噬 只等着下一步把我手撕了泄粉 贺 贺先生 我的声音开始接吧 贺景瑶迈开步子 踩过我碎了满地的多肉 走到我面前 你好一招去附留子啊 不敢 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吗 我看了看 把我家别墅团团围住的人 也从电话另外一边的助理那边知道 完完已经被他带走的消息 他是谁 贺景瑶啊 我哪里敢跑 我酥醉醒来 再加上被这么一下 钢铁般的身体也瘫软了 我顺着门框柔弱一瘫 连忙认错 对不起 贺先生 我知道错了 贺景瑶吃笑一声 他扯了扯裤腿蹲坐下来 伸出手捏住我的脸 让我跟他对视 温浅 你做的事情 一句道歉可没用 这个时间点 有邻居尘跑路过 到底是富人区 看到黑衣保镖 也依旧不怯场 点脚往里看 我一个年轻貌美 未婚先玉的女人 还坐拥这么大一栋别墅 之前早就被小区里的保姆 说成是被包养的小三 现在被贺景瑶这么一闹 估计就要坐实我被包养的罪名了 为了让自己不成为这个小区的舆论风口 我伸手扯住贺景瑶的裤脚 带着哀求的眼神看着他 贺先生 贺总 贺少爷 就当是我求你了 这件事是我的错 要杀要寡都随你的便 但是我求你 咱有话进屋里说可以吗 他闹完了挥挥手潇洒离去 我还要在这里被人说闲话呢 他不怕丢人 我怕 贺景瑶也注意到了 聚集在院子门口的邻居 他在看看我这个怂样 笑了 怎么 怕丢人 我没回答 只是注意到别人看过来的目光之后 小心翼翼挪到他身边 用他的身体挡住了那些人的目光 贺景瑶挑眉 激进咬牙切齿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到的声音低语 你也知道丢人啊 当初你驶乱中气 丢下银行卡跑路的时候 我比你丢人多了 他说 温浅 这是你该的 啊 话是这么说 但贺景瑶还是把我带进了屋里 只不过 是他家屋里 贺景瑶住的 那都不叫屋 贺家掌权人的私人住宅 是市中心顶级公寓 顶层的两层打通 巨大的全景玻璃窗 能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 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 还能拥有个无边泳池 当真是普通人想象不出的奢靡 黑衣人没有跟进来 他坐在黑色的真皮沙发上 用眼神蔑视我 我深知自己的做法不对 正常男人都无法接受 自己被屎乱中气 更何况是这位万人至上的祖宗 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态度诚恳 低眉顺眼 让他感受到我的认错态度 还没等他发话 我就点头哈腰 拿出我刚创业时填甲方的态度 贺总 当初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没有认出您来 要是知道是您 就算是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去招惹您啊 我低着头 用余光瞟到他的脸色 依旧黑如锅底 觉得自己的态度还不够诚恳 我私心觉得 这种等级的豪门 是十分在意血统的 我家虽然有点小钱 但跟贺家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如今贺景瑶这么生气 一定是因为我偷了他贺家的种 还有我当初留银行卡的行为 刺伤了这位祖宗的自尊 毕竟像他这种人 只有他丢银行卡 让别人滚蛋的份 我的行为触到他的逆临了 见他不说话 我又实在担心 他对婉婉做什么 干脆直接跪坐到他脚边 双手合十 一脸哀求 虽然不想承认 但婉婉在他们贺家看来 就是私生子 要是被曝光 他们贺家 就会无端多留丑闻 而婉婉现在已经成了网络上的千万粉丝宝宝 他们肯定觉得这是我蓄谋已久 想要用婉婉威胁他们 试图上位 为了防止这件事曝光 他们很有可能对我和婉婉下手 一想到这儿 我就先一步解释了 贺先生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拿孩子来威胁你的 我当初真的不知道您的身份 我也没想过带孩子回去找您 更不敢妄想他能跟贺家沾上什么关系 您放心 我一定会保守住这个秘密 然后带着他离您和贺家远远的 我的态度诚恳 语气柔弱 眼睛眨巴眨巴 硬是挤出几滴眼泪来 我觉得我去面试北影都够够的了 可没想到我越说贺锦瑶的脸色就越难看 他脸色铁青 眼神阴逸 仔细一看还能看到他隐隐咬紧了后槽牙 我不解 他怎腰还是这么生气 我仔细揣摩圣心 觉得他可能更在意自己当初 对我拿银行卡羞辱这件事 我得让他羞辱回来 让他找回面子 他才能消气 于是我赔上笑脸 我当初不应该留了一张银行卡就离开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我这句话一出来 果然看到他的表情松动了 我心里大喜 觉得自己找到方向了 狗腿一般挪上前 伸出小拳头给他捶腿 十分谄媚 应该是您甩银行卡给我让我滚 我发誓 只要您拿银行卡甩我 我一定听话有多远滚多远 没想到我话音未落 他就直接把我的手甩开 不让我再碰他 他脸色阴沉 虽然没有大发雷霆 但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温浅 你跟三年前相比 更加无耻了 我 啊 我哪里无耻了 好吧 虽然去富流子这种事情的确有点无耻 但罪不至死啊 我刚想像电视剧里的妃子一样认错 贺锦瑶的手机就响了 我还想说什么 他一记眼神过来 我瞬间息事宁忍 乖乖坐着等他打完电话 不知道电话另一边的人跟他说了什么 他的脸色更加阴沉 等挂了电话 他就站了起来 他瞟了我一眼 语气冰冷 你好好待在这里 别想搞什么小动作 不然 他话没说完 只是冷哼一声 愤愤然转身离开了 我看着他走出大门 砰的一声关上顶级防盗门 我愣在原地 之后就倒在他家昂贵的羊毛地毯上 我打了个滚 仰天长笑 这都什么事啊 我被带到这里之前 手机已经被拿走了 虽然在房子里可以自由活动 但没办法联系到外界 不知道晚晚和我爸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虽然我已经把贺锦瑶惹生气了 现在要做的事情 余光是乖乖待着不惹事 等着他处理完其他事情了 再回来处理我 但我实在担心晚晚 都说豪门恩怨深似海 我们晚晚才两岁 那么单纯善良无辜 天真无邪的小宝贝 要是被卷进那种恩怨之中 他还怎么长成阳光开朗的花姑朵 偶像剧里都写了 豪门里的小孩子都会有童年阴影 嗚嗚 我们晚晚可不能这样 为了晚晚 我决定不要坐以待毙 于是我摸上二楼 找到了他的书房 他书房的电脑有密码 我沉思 难道是他的生日 但他的生日是什么 我坐在电脑前苦思冥想 当初在夏威夷 我拿过他的身份证 想起来他是天蝎座 最后靠着模糊的记忆 拼凑出了他的生日 但电脑显示不对 难道是他其他重要的日子 可他还有什么重要的日子啊 刚想想不通 我就开始动手 翻贺锦瑶的书柜 不愧是大户人家 他有整面墙的巨大书柜 上面的书随便拿一本都不一般 我一边翻 一边默念阿弥陀佛 似乎这样就能减轻自己的罪恶感 我翻翻找找好一会 最终在一排排价格不菲的书中 翻到了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 似乎刚被人打开过 没锁上 直觉告诉我 这个东西不一般 我有些发出 豪门的东西都不能随便乱碰 但为了玩玩 我决定赌一把 我打开那个小盒子 意外发现 里面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一本很普通的笔记本 盒子里还有一枚像日葵发卡 和一张钳子色的手帕 我翻开笔记本的第一页 上面写着 2011年3月12日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他 挖槽 原来高高在上的贺锦瑶 喜欢玩暗恋这一招 后面的内容我不敢再看 我怕贺锦瑶知道后会杀我灭口 但这个日期我记住了 我试探性在电脑上输入 110312这几个数字 居然蒙对了 我双手合十 谢谢日记里这个素不相识的女生 把东西放回原处之后 我登录了贺锦瑶的电脑 又进入了短视频网页 助理在公司管理账号 现在正好到了发视频的时间段 他把之前的库存发了上去 粉丝们不知道 他们喜欢的宝宝和辣妈 已经被绑架了 我又搜了关于贺锦瑶的一些新闻 了解到了他不少信息 网上对他的资料很少 作为贺家长子 他跟圈子里的玩裤子弟不同 在他掌管贺家之前 他几乎没露过面 低调的不行 他两年多前 从他父亲手里接掌贺家 也很少在社交媒体上露面 加上我所做的行业 跟他们家的产业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这两年都没注意过 贺家现在的掌权人 就是我当初招惹的那个贺锦瑶 谁能想到啊 我随便在夏威夷找的帅哥 来头居然这么大 谁看了不说一句 我这死丫头命真好 虽然没办法联系到我父母 但从网上的信息来看 目前晚晚的事情 还没有被曝光 我看着我们账号的粉丝 与日俱增 心里也踏实了不少 我们有这么多粉丝 贺家短期内 还不敢对我们做什么 我昨晚宿醉 加上这么一折腾 天气渐晚 贺锦瑶还没有回来的迹象 我在冰箱里找了一瓶水 喝了之后 就靠着沙发睡下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隐约察觉到身边有人 但我的眼皮又实在太沉 怎么也睁不开眼睛 只能任由自己 对对方抱起来 我被抱到了房间里 我兴许是睡昏了头 一时之间 竟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境 在对方把我抱到床上的那一刻 我吃笑两声 伸手拉住对方的衣领 就把他往我身上带 边拉还用吃汗的语气说 嘿嘿 帅哥 给我摸摸 我明显感觉到 压在我身上的人 身心一僵 但我见他没躲开 又觉得是在梦里 就变本加厉 我直接扯开他腰间的衬衫 把手伸了进去 指尖触碰到那棱角分明 手感极佳的八块腹肌时 我便发出满足的溃叹 正当我准备在狠狠揉另一把的时候 我听到了那道熟悉 但又冷冰冰的声音 温浅 宛如阎王勾魂 我的瞌睡一下子就被击散了 我睁开眼睛 对上贺锦瑶那双激进喷出火来的毛子 吓得魂飞魄散 想猛地坐起来 却被他按住肩膀 重新压在床上 他居高临下地俯视我 我还想挣扎 他却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 把我禁锢在床上 我大惊失色 他冷吃一声 你还真是跟之前一个样 好色 我本想挣脱开他 但尝试了一下 他单手就能握住我的两个手腕 体力悬殊 他的体格也比我大好多 我只能示弱 我立刻让自己揉下来 冲他抛媚眼 因为是你 所以才好色的 他不说话 只是那样看着我 他表情严肃 粗眉呵斥我 温浅 我劝你安分点 虽然表情不变 可我能听到他加重的呼吸声 他的谋色也越来越深 直觉告诉我 现在想拿下他 一如反掌 我穿的真丝睡裙 丝滑无比 我肩头一动 衣服就从我的肩头滑下去 露出我白皙的香肩 再加上我抬腿的动作 睡裙下露出我白花花的大腿 贺锦瑶 十八 我用我这辈子能喊出来的最温柔的声音 轻轻喊着他的名字 果不其然 他的身形一僵 眼神也更加幽暗 又想勾引我 贺锦瑶轻笑 我也笑 这不叫勾引 这就情到深处 大家都是成年人 并且他还是婉婉的父亲 如果色又能让他放过我和婉婉 我并不介意 他掐住我的腰 那你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多情到深处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 贺锦瑶已经不在了 但床头有他留下来的一张附属金卡 上面还有一张纸条 赏你的 我一下子就气笑了 知道这小子是在记仇 三年前 我在他床头 留下银行卡 跑路这件事 我拿起那张卡端向 最后揣进自己兜里 笑话 白捡的钱 谁不要啊 再说了 这是我付出了体力劳动 获得的 虽然贺锦瑶给了我金卡 但他依旧不让我踏出家门 趁着他不在家 我又跟昨天一样 溜进他的书房里 先是打开他的电脑 看了一下新闻 确定没有贺家私生女等 新闻传出来 才放下心来 我坐在贺锦瑶的书房里 看着周围很符合他人设的装潢 站起来到处看了看 想着这些有钱人会不会像电视里那样 弄一个密室 但密室没找到 我又摸到贺锦瑶的秘密盒子了 虽然说偷窥别人的隐私 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但贺锦瑶都把我的家断了 我偷窥一下他的隐私 也没什么的 于是我盘腿坐在地上 把盒子里那本日记本打开来 日记是从2011年3月12日开始写的 在2011年3月12号这天 16岁的贺锦瑶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他在日记里说 小时候因为生病 做手术吃药之后有激素 体重暴涨到180斤 他家里形势低调 大家也不知道 他是首富贺家的长子 所以在学校里 总会若有若无地被排挤 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但他的穿着打扮都不差 就被学校里一些不好好学习 还勾结外校混混的人给盯上了 放学之后 他就被那些人堵在了巷子里 勒索要钱 贺锦瑶不敢反抗 打不过又跑不掉 只能把自己的钱都给了他们 那些人尝到甜头 于是就每天问他要钱 在后来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 不满足于小数额的钱 居然逼迫贺锦瑶回家偷父母的钱 贺锦瑶不从 就被几个人拳打脚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贺锦瑶日记里的女主角出现了 在贺锦瑶被拳打脚踢的时候 从天而降一桶干水 把那些人泼得狼狈不堪 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男生 跟那些人撕打在一起 贺锦瑶瘫软在地上 就有个穿着校服的女生 从围墙边翻过来 抓住她的手就往外跑 贺锦瑶不明所以 但那个女生明亮又轻快 牵着她的手 把她拉出了昏暗的巷子 奔向阳光明媚的地方 那个女生说 她看到过贺锦瑶被勒索好几次 但之前都是一个人 不敢吭声 这次看到她被打 又发现那些小混混的死对头 也在不远处 所以就把那些人引过来 干水也是她到的 日记里用来描述女生的笔墨很多 贺锦瑶卑微地暗恋着这个女生 生怕自己袒露出汹涌的爱意 会把这个女生给吓跑 女生比她小一届 她们的体育课都在同一届 贺锦瑶胖 几乎没人愿意跟她玩 所以每次体育课 她都形单影支 那天 她正坐在阳光下的石椅上 看着大家玩闹 一颗排球就朝她扔了过来 她慌忙接住那颗排球之后抬头 就看到那个女生明媚地笑 她问 你在大太阳底下坐着干嘛 贺锦瑶看了看阴凉处 那些位置都被女生占了 她过去的话可能会被嫌弃 女生可能看出了她的窘迫 拉着她到自己班级的区域 玩起了皮球 有男生 起哄她跟大胖子玩到一起 她脱了鞋 就把鞋往人家脸上扔 贺锦瑶说 那是她上的最开心的一届体育课 她跟那个女生的接触并不多 女生小她一届 又漂亮 性格又好 她身边总是不缺朋友 她只能远远地看 看着她的太阳 光芒万丈 她贪婪又自卑 多少次想主动找她 却总是被她身边那群朋友吓退 所以整整一年多 她们的关系都没有再进一步 我看到这 默默和尚日记本 原来现在叱咤风云的贺家 掌权人贺锦瑶 还有这么一段小可怜的经历呢 按照我以往看偶像剧的经验来看 贺锦瑶这些年一定一直在想这个女孩子 也一直在找她 她们的爱情会被人歌颂 她们会成为圈内人人艳羡的一对才子家人 那我的话就成了利用卑鄙手段借种 生出贺家骨肉 破坏男女主感情的恶毒女配 而且我的性格跟这个女孩子有点像 搞不好贺锦瑶当初在夏威夷跟我在一起 就是因为碗碗泪青 突然知道这个秘密的我 一下子就不好了 今天贺锦瑶回来得比较早 我刚给自己煮了碗面 她就开门进来了 跟正准备大口吃面的我四目相对 我尴尬一笑 毕竟是在她家 于是我客套一下 要来一碗吗 我筷子还加着面条 压根不想放下 只想等她拒绝之后我大快朵頤 但没想到 她的目光落在我碗里三秒之后 她摁了一声 然后坐在我对面 拿走了我面前的碗 和我手里的筷子 我 吃吧 谁能吃得过你呀 我怒气冲冲 但敢怒不敢言 只能憋屈转身 给自己煮新的面 等我煮完面端过来的时候 贺锦瑶已经吃完了 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也不搭理她 自顾自吃面 她的视线一直落在我身上 让我有些不自在 再加上今天看了她的日记本 知道她心里有别人 我更加心不在焉 面都不香了 我才吃了小半碗 就放下筷子 贺先生 你应该也做了DNA比对 知道晚晚是你的孩子 那你还一直把我关在这里 是想怎样呢 谁知道她居然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反问我 你觉得呢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我当然是觉得 你想杀人灭口 然后让晚晚 以私生子的名义 进入贺家 你到时候再给她 找个后妈呀 但表面上 我还是不动声色 露出谄媚的表情 继续讨好她 你放心 虽然晚晚是你的孩子 但我从来没想过 带她回来征家产 我之前更是不知道 她的父亲会是您 所以你大可以放心 我只要晚晚 只要你把晚晚还给我 我立马滚得远远的 绝对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至于你以后 找到了喜欢的人 我也会守口如瓶 说您为她守身如玉的 但我越说 贺锦瑶的脸色就越难看 她盯着我 眼神冰冷 只要晚晚 嗯嗯 我点头如捣蒜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 对对对 我以后找到喜欢的人 结婚你也不管 是的是的 你做梦 贺锦瑶突然发怒 丢下恶狠狠的一句话之后 就转身回了书房 还把门狠狠摔上了 我愣在原地 吐槽资本家 果然都是喜怒无常的 贺锦瑶在书房待到深夜 我临睡觉前 见她没有出来的意思 睡觉的时候 我就把门反锁了 没有手机的日子 我睡得特别早 但我刚准备睡着 门就被人拆开了 破碎的门外 站着阎王爷一般的贺锦瑶 他握着断掉的门把手 看起来很生气 为什么要反锁 我也是被吓蒙了 抱着被子回复 防 防你 结果她更生气了 她生气的结果 就是第二天 我的腰更酸了 24 第二天一大早 她又不见了 我扶着酸痛的腰 泡了大半天浴缸 才稍微缓解一下 我穿着浴袍路过书房 神识鬼差 又进去找那本日记 昨天我刚看了一半 还不知道贺锦瑶 最后跟那个女生怎么样了 我摸出那本日记本 弹腿坐在地上看 后面的日记内容 并没有很多 都是贺锦瑶的个人视角 她跟那个女生 再也没有其他交集 在日记里 她说 过了一年 那个女生转学了 正好她家里人 知道她在学校被欺负 也帮她转学 直接送到国外念书 这下子 两个人就此分道扬镳 后面好几年的日记 写的都是琐碎的日常 偶尔会提到那个女生 但也仅仅是贺锦瑶的思念 我没耐心一点点看完 就随手翻到后面 扫了一眼 发现上面写着 不敢相信 我居然又遇到她了 但我刚想往下看 书房的门 就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贺锦瑶赫然出现在门后 因为偷看人家日记心虚 我灯都不敢开 只能靠着从窗帘 透进来的阳光偷看 现在她一开门 刷一下把灯打开 我好像一个被当场 抓住的小偷 我跟她对视的第三秒 我就明白 我躲不了 于是我把日记本和尚 丢到一边 盘坐的姿势 迅速转变成跪在地上 然后双手合十 十分诚恳 对不起 我错了 没办法 我寄人篱下 晚晚也还在她手里 我只能先服软 她就站在门口 眼神木然看着我 我看不出她此刻的心情 是怎么样的 但如果我是她 自己的秘密被人发现 我也会生气的 我小心翼翼看着旁边 没关紧的窗户 心想她等会不会把我 从这里丢出去吧 就在我忐忑之际 她突然迈开步子 朝我走来 我只能认栽 毕竟偷看人家日记 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不对的 所以在她迈步 朝我走来的时候 我已经想好 一百八十种可能 最后我心一横 双手打开 做承受状 然后大喊一声 你要杀药寡冲我来 别伤害晚晚 可预想之中的惩罚 没有到来 等我睁开眼 看到的是 蹲在我面前的贺景瑶 她表情温和 看不出半点生气的意思 我一愣 她这是气糊涂了 结果她捡起日记本 视线又落在我脸上 依旧温和 看到哪了 我觉得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声音直接哆嗦 看 看到你又见到了她 其实 我想说还没看完 但我有点哆嗦 说不出来了 然后她笑了 继续问我 所以 你想起什么来了吗 我 我内心大惊 心想 有钱人都玩得这么变态了吗 要教训我 还要我自己想 我小心翼翼 试探性开口 想起什么呀 想起她心仇旧恨 一起抱吗 呜呜 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你当真没想起什么吗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贺锦瑶的眼神都变了 我更奇怪了 头脑风暴许久之后 还是在她期待的目光中 摇了摇头 我摇头之后 贺锦瑶的眸子就垂了下来 眼神似乎都暗淡了不少 她低头看下那本日记本 眼神里涌现出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 就算我在迟钝 也察觉到了贺锦瑶的不对劲 但就当我准备向征信关心一下她的时候 她却随手把日记本丢给我 然后站起来 恢复平日里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我拿着日记一脸懵 这是觉得我玷污了她的日记 直接不要了 我抬眼看她 她冷冷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从今天起 我还你自由 贺锦瑶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离开了 我回到卧室思索好久 最终还是换上自己的衣服 准备回家 路过一楼客厅的时候 意外发现餐桌上有我喜欢吃的甜品 想着她刚才出门 应该是买甜品去了 她应该对我也是有些好感的 所以才会给我买甜品 结果她一回来 我就看到我在偷看她写给白月光的日记本 我跟白月光 肯定是白月光重要啊 所以她现在把我赶走了 想到这 我鼻尖样起一阵酸楚 走就走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被她掳走的 离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行李 这几天穿的用的 她都在离开之前让我准备好了 但我什么都没拿走 我安安全全回到家 助理正在看着工人师傅 绣我家的大门 她一转头看到我 呜呜呜的就扑上来 老板你终于回来了 我离开也才几天 但贺锦瑶切断了我跟外界的联系 这就感觉度日如年了 爸妈不知道我当年在夏威夷干了这档子事 当初我只跟他们说 跟前男友分手了 打算自己养孩子 现在孩子爹找上门 还把晚晚带走了 我妈急得睡不着 给我放话 不管你跟你这个渣男前男友有什么过节 但是他胆敢动晚晚 我就跟他拼命 我一边喝他熬的汤一边安抚他 放心吧妈 就算血洗贺家 我也会把晚晚带回来的 话是这么说 但具体怎么把晚晚带回来 我也没有头绪 开玩笑 那是贺家 我只是有点小钱 跟贺家完全没办法比 但可以肯定的是 贺锦瑶暂时不会对晚晚做什么 我就可以先安心处理落下的工作 跟晚晚的账号持续涨粉 影响力逐渐扩大 公司产品销量 也跟着水涨船高 但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天跟着助理去谈合作 对方是个看起来斯文彬彬有礼的男人 40岁左右 看起来一表人才 工作能力也不错 他们公司有一项跟我们合作 开产新的产业线 包厢里只有我 我助理 他 还有他的特助 眼看着合作确定下来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 宋老板做事爽快 能跟您合作是我的荣幸 这杯酒我敬您 我的酒量不错 哪怕刚才已经喝了不少 但这杯白酒下度 我也还是清醒的 宋老板看起来心情也很愉悦 但我放下杯子之后 他却给我的助理和他的助理使眼色 生意人总是有些不能见光的话 我也理解 于是就让我的助理跟他的助理一起出去了 我以为他是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跟我说 可谁承想 助理一走 宋老板就直接挪过来 坐到我旁边的位置 身边也朝我倾斜 温浅小姐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察觉到有一丝不妙 但又怕对方没有那个意思 自己反倒太大惊小怪 所以还是面带微笑 宋老板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 哎 不是这意思 他择了一声 带着酒意直接握住我的手 我们现在不谈工作 从女人看男人的角度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宋总的底细我大概了解 早年跟大学时期的女朋友结婚 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前几年感情不合 跟他老婆离了婚 分走了他大半财产 但他也没有任何怨言 还会给孩子砸钱解决事情 可能是因为自己也有完满 所以见到对孩子好的人 我总是会对他们放下防备 但他的这个行为 已经让我感到不舒服了 我嘎笑拉回自己的手 宋总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温浅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 我就喜欢上你了 你单身 我也单身 我的条件你也看得到 我最烦的 就是借着工作之名型 流氓知识的人 让老子赚不到钱 还莫名被塞了一嘴屎 我忍着恶心 继续面带微笑 想着到底是签了合同的合作对象 不能撕破脸 宋总 我暂时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谁知道他激动了 怎么能不考虑呢 你都快三十了吧 还带着个孩子 再过几年你就知道了 没人会愿意要一个三十多岁 还带孩子的女人的 我现在是喜欢你 所以才不计较 老子方年二十八 我强忍怒气 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的感情生活 我会自己处理 就算孤独终老 我也养得起我女儿 我看您是真的喝多了 我这就叫您助理 带您回去休息 我说着就站起来 打算去门口喊人 谁知道他听出我话里的拒绝意味 直接恼羞成怒 翻脸冷哼 温浅小姐 你也太不知好歹了吧 我能看上你是你的荣幸 不然你带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小野种 哪个男的能看得上你 虽然你现在有很多粉丝 但是你女儿到底是没父亲的 以后她长大了 也会抬不起头 她说着 还伸手拉住我 一脸为所捏着我的手 说我 我可以为了钱忍下来 但说晚晚 天王老子来了 也劝不住我 再加上最近的事情抑郁成疾 压在心头喘不过气 喝了酒之后更是大胆 我直接把手抽回来 反手一巴掌扇过去 你吐么才是野种 因为我先动手打人 宋总直接报了警 警察局里 助理正在跟他助理对质 刚刚我在门口都听到了 就是他不怀好意 想动手动脚才被打的 对方助理说 胡说八道 我们宋总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情 你说是我们宋总动手动脚 你拿出证据来啊 包厢里没监控 他确信我拿不出证据 所以才这么嚣张 我抬头看向坐在我对面的宋总 我那一巴掌力气不小 他眼镜都被我打飞了 他也跟我叫嚣 温浅 你完了 这个合作我会取消 我还会让我的律师告你 平日里 我不是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我向来不怕事 但此刻 我怕麻烦 我只想回家好好睡觉 我低头翻看手机通讯录 在里面看到了一串号码 这是我从贺景瑶家出来之后 发现多出来的号码 我猜是贺景瑶的 这一刻 我本能觉得 他能替我解决掉这些麻烦 于是我拨打了这个号码 嘟 嘟嘟 嘟嘟嘟 三声响铃之后 电话被人接通了 那边的声音有点嘈杂 还有人玩牌的声音 估计是在某个私人会所 我试探性 唯了一声 那边瞬间就安静了 打牌的 打闹的 甚至音乐声都降低了音量 电话 那一头的男人 声音低沉 轻轻嗡了一声 我直接开门见山 我在某某警察局 有人说你女儿是野种 那边停顿了两秒 等我 其实打电话之前 我也很忐忑 他会不会接 他会不会来 这种忐忑不安 在他说等我之后 更加浓烈了 直到半小时后 那个身形高大的男人 出现在警察局门口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 一个是他助理 一个是律师 宋总似乎认识贺锦瑶 看到贺锦瑶之后 直接忽视我的存在 带着谄媚的笑音上去 贺总 您怎么在这 但贺锦瑶的视线 却绕过他 落在了我身上 我甩了宋总一巴掌之后 他想还手 争执间 红酒泼了我一身 发型也被弄乱了 现在的我 样子毫不狼狈 他不理会宋总 迈步走到我面前 朝我伸手 是我叫人家来的 我也不扭捏 握住他的手站起来 他的视线落在我脸上 受伤了吗 我点点头 把手指伸过去 刚才山巴掌的时候 美甲差点劈了 贺锦瑶也没过完其他的事情 拉着我就往外走 宋总看到贺锦瑶拉着我 脸色简直比吃了苍蝇还难看 他想上前解释什么 被贺锦瑶的助理拦住 你好 有什么事请跟我沟通 我的助理也留下来一起善后 贺锦瑶已经把我带走了 司机在外面等着 我跟他坐上车的后座 进入密闭空间 我才闻到了他身上有酒味 他问 去哪儿 回家 我说 想了想 又补了一句 回我家 他也不说话 沉默良久 才淡淡摁了一声 司机也很上道 得到指示 直接踩下油门 一路上 贺锦瑶都没说话 他闭着眼休息 我侧头看去 车窗外是灯红酒绿 趁得他的侧脸轮廓 更加完美 有钱人跟有钱人是不一样的 像贺锦瑶这个档次的 你看不出他身上有任何金钱的世俗 可他举手投足之间 都是欲望被满足之后的疲倦松弛感 看不到钱 却处处都是钱 像他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当初在夏威夷我去勾搭他 我们这辈子 估计都不会有什么交集 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他睁开眼睛问我 在看什么 我笑 也不要隐瞒 看你 你好看 他轻笑一声 似乎被取悦了 接下来的路程 车里的气氛 似乎轻松了很多 司机开车送我到门口 我看了贺景瑶一眼 他脸上看不出情绪 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我还没说话 他先开口了 我打开车门的手一顿 这可是他让我提的 于是我回头 换上谄媚的笑 那个 晚晚什么时候给我送回来 他见不到妈妈会难过的 滚 我话音未落 他就让我滚了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麻溜滚蛋了 下车之后 还不忘按骂一句 是你自己让我提的 我提了又让我滚 心口不一的男人 我回了屋子 在书房打开电脑 处理了一下工作 才进入浴室 洗掉一身疲惫 等我洗好澡 穿着睡衣回到房间 准备拉上窗帘睡觉的时候 意外发现 贺景瑶的车还停在楼下 只是车窗半降着 我看不清里面的人 是不是在看我 可能是暂时停下来 处理工作吧 我就不自作多情了 于是我拉上窗帘 躺到床上 可不知道 是不是心事烦闷 虽然身体很疲惫 但怎么都睡不着 打开手机一看 凌晨两点多 我又起身去打开窗帘 但楼下的人和车都不见了 果然 不是为了我 贺景瑶出手 我不用担心 事情处理的结果 第二天 助理就把结果告诉我了 合作照旧 宋总被员公司开除 之前他干过的丑事 也被抖出来了 原来他老婆离婚 是因为他PC 还拿公款养小三 这件事处理得挺顺利 可没想到 新的麻烦又来了 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我跟婉婉 还有贺景瑶 一起上了热搜 萌娃网红 是豪门私生子的词条 在热搜榜上居高不下 我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我本来以为 贺家会在意名声 会动手把热搜降下来 但是大半天了 还是没动静 我正准备给贺景瑶打电话呢 就有人找到我办公室来了 脚踩滑轮天奴 一身香袋套装 手夸爱马仕包包的 财阀李大小姐 冲进我的办公室之后 端起我桌子上的热咖啡 直接朝我泼来 当然 没泼到我 自己还被咖啡烫到了 她原地尖叫 你个贱人 你居然勾引贺哥哥 我一愣 请问您谁啊 勾引贺景瑶这件事我承认 因为我的确干过 但这位大小姐 跟贺景瑶又是什么关系呢 她凭什么管我 还找到我公司来 她哼了一声 下巴高高扬起 我是从小一起跟贺哥哥长大的 跟你们这些女人可不一样 我以后是要跟她订婚的 我一挑眉 不好意思 我认识她这么久 从没听说过 她有什么要订婚的对象 这句话是真的 当初在夏威夷 我是确定她单身才下手的 我想来 不会招惹有妇之夫 我这一席话 好像把她彻底激怒了 她直接指着我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女人我见得多了 以为爬上贺哥哥的床 就可以嫁入豪门吗 我告诉你 贺家才看不上你这种货色呢 我不理她 她就开始砸东西 我全部心思都在婉婉身上 刚才就看到有人在网上 说婉婉是私生女 来历不明 我忙着取证报警 压根不想搭理这个女的 所以在她扑上来 准备打我的时候 助理已经叫来了保安 她没办法靠近我 只能把我的办公室砸个稀巴烂 我嘱咐助理 注意她砸了哪些东西 报警给报个好价格 说完我就出门了 那财阀大小姐还想扑上来打我 助理直接抱住她的腿 拖着她不让她走 助理还大喊 老板快跑 我善后 我满头黑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古代被追杀的大小姐呢 贺家不管这件事 我管 我直接联系了几个大营销号 让他们协助我发出声明 说婉婉绝对不是私生子 绝对不是我用来嫁入豪门的工具 这几个营销号的皮下 也很喜欢婉婉 再加上我打了不少钱 他们立刻整理出了素材 视频一出 网上的风评也赚了不少 营销号视频大爆的时候 贺氏集团的官方账号 也发了一条声明 贺家从未有过私生子一说 这一条声明 直接击碎谣言 所有的质疑全都消散了 我也松了一口气 终于不会有人骂婉婉了 但转念又想到 贺家这是不承认婉婉的存在了 我脑子里浮现出贺锦瑶的脸 他是不是也不想要婉婉 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我跟他本来就是萍水相逢 是我自己擅自生下婉婉 贺锦瑶不承认 我也认了 但我没伤心多久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在孩子面前 还谈什么感情 贺家居然不承认婉婉 那干嘛还要把婉婉带走 我前些天就找了私家侦探 一直跟着贺锦瑶 早就已经打听到 婉婉现在在贺家老宅 之前是顾忌贺家长辈 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回家换了一身方便的衣服 我就找上了贺家老宅 一开始想的是光明正大走进去 然后把婉婉带回来的 结果还没走到大门 我就看到贺家的围墙 有一个地方坏了 见四下无人 我直接钻了进去 此时是剩下三福天 院子里没什么人 虽然有不少监控 但我都敢进来偷人了 还怕什么监控嘛 直接大摇大摆走进去了 正走着 迎面走来两个端茶的小姑娘 穿着一样的衣服 他们一看到我 也愣了 但今天的新闻过于爆炸性 婉婉住在贺家 他们肯定也认识我 我直接开门见山 我是来找婉婉的 两个小姑娘相识一笑 其中一个对我做了请的动作 您跟我来 我跟着她 走过弯弯绕绕的中式走廊 来到一处小花园 大老远就能听到 小孩子的嬉笑声 是婉婉的声音 小姑娘示意我到了 她就转身退下了 等她走后 我才慢慢靠近 池塘花园边 不仅仅是婉婉 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最近 我关注贺家的新闻 认出这位是贺锦瑶的奶奶 她正陪晚晚玩耍 晚晚穿了一身中式的小裙子 头发绑了两个小辫子 脖子上戴着金灿灿的平安锁 她追着蝴蝶跑 一不小心摔在草地上 贺奶奶立马紧张地小跑过去 哎呦喂 我的乖曾孙啊 可被刷坏了 我不禁醋眉 这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贺家不是发了声明 说贺家没有私生子吗 我原以为 晚晚在贺家老宅的处境会不太好 但看到现在这样 怎么感觉她已经融进去了 我站在暗处 看着贺老太太陪晚晚玩 等完累了 晚晚坐到凉亭的椅子上 喝着贺老太太递过来的果茶 她撇撇嘴 祖奶奶 我还要多久才能见到妈妈呀 呜呜 我的宝贝女儿还记得我 贺老太太叹了一口气 祖奶奶也想见到你妈妈 谁让你爸没出息 这么久了还没搞定你妈妈 这倒是挺让我意外的 听了这么久 我再不出去就没礼貌了 我从暗处走出来 晚晚一下子就瞧见我了 欣喜地朝我扑来 妈妈 我抱住她 然后对老太太行礼 贺老夫人 请原谅我的不请自来 我只是太想见晚晚了 贺老太太倒也没有意外 笑嘻嘻召唬我坐下 阿景带你来的吧 我有些尴尬 但还是坦白了 不是 我自己翻墙进来的 谁知道贺老太太突然变脸 没用的东西 看我愣住 老太太立马解释 我不是骂你 是骂我那个没用的孙子 前些天就说他会处理好 然后把你带回来 结果这小子还是搞砸了 我有些纳闷 按理说 别人知道自己孙子在外面有个孩子 都会有所怀疑 再者贺家是豪门 就像今天找上门那个女人说的 多的是想爬上贺景遥床的女人 我思索之后 还是问了出来 贺老夫人 你不怕我是那种 想拿晚晚当作嫁入豪门的工具的人吗 谁知道贺老太太一笑 别人我担心 但你 我放心 啊 什么情况 我跟贺老太太没什么交集呀 我也没做过什么就老太太呀 见我不解 贺老太太就开始跟我解释 经过她这么一提醒 我才想起来之前的一桩往事 贺老太太说 阿景十几岁的时候生病了 吃药之后体重暴涨 成了个小胖子 一直在学校被欺负 但她也耗面子 不敢跟我们说 加上她爸妈忙于工作 所以就没人发现她被欺负 直到后面她带了一身伤回来 我们才发现 她在学校一直被欺负 我们想帮忙 但她却说 已经有人帮她教训过那些人了 再后来 她跟我们说 她在学校交到朋友了 贺老太太说的这些 我在她的日记里也看到过 所以心里并没有什么太大起伏 但贺老太太又说 但后来 那个女生转走了 我们也让她出国留学了 在国外留学的几年 她瘦了下来 但性格还是有些自卑 也一直不肯交女朋友 直到三年前 她去夏威夷旅游 打电话跟我说 她又遇到了那个女孩 三年前 夏威夷 她说的那个女孩子 该不会是我吧 见我一脸震惊 贺老太太给了我肯定的答案 没错 那个女孩子就是你 但是她跟我说 那个女孩已经记不得她了 她只能灰溜溜回来 我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前段时间 她突然跟我说 她找到你了 并且你们还有个孩子 本来我是不相信的 直到她把晚晚带到我面前 我才相信 她爸妈去世后 家里就我跟她 冷冷清清的 所以晚晚的出现 就是上天给我的礼物 啊 我一脸震惊 所以 贺锦瑶跟我早就认识了 我仔细回想 自己中学时期的一切 当初我15岁 现在我已经28了 13年过去了 我中学时期 本来就是乐于助人的性格 帮过不少人 再加上我跟当初的小胖子 交情的确不深 至于贺锦瑶日记里提到的 那个女生转学了 我根本没转学 是因为见义勇为的时候 把腿摔伤了 就休学了 所以 我当初救的小胖子 真的就是贺锦瑶 所以我之前 都在吃自己的醋 我脑子还没转过来 贺老太太笑嘻嘻 带我回去休息 说让我今晚留下来吃饭 晚晚在这里有很漂亮的公主房 所有人都对她客客气气的 喊她小姐 我心里才放下心来 看来贺家已经接纳她了 我在晚晚的房间休息 晚晚见到我很高兴 妈妈妈妈 你终于来找我了 俗奶奶说 妈妈在跟爸爸生气 所以才没办法来见我 是这样吗 我叹了口气 就当是默认了 晚晚抱了抱我 爸爸长得很好看 对晚晚也很好 她还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钻戒 说要给妈妈求婚 妈妈不要生气了嘛 求婚 我想起贺锦瑶那副冷漠的样子 她怎么可能会跟我求婚 等到了晚饭的点 贺老太太把我们叫去吃饭 足足七八个庸人忙上忙下 准备餐食 我刚落座 老太太就说 我已经打电话 让那混小子回来了 估计也快到了 你们先好好吃个饭 然后再把话聊开吧 没过多久 外面传来汽车的引擎声 接着脚步声逼近 贺锦瑶一身黑色的得体西装 出现在我面前 她看到我 眼里闪过欣喜 但很快 她又恢复平静 问我 你怎么在这 我微微一笑 奶奶和婉婉叫我来的 贺奶奶不满意她的语气 沉声道 我叫她来的 你要是不会好好说话 可以先不说 在贺老太太的协调下 她安静坐到我对面 这顿饭气氛诡异 但自从我知道 她日记里的人是我 我就只想笑 这小子 这几天原来都是欲擒故纵啊 好不容易熬到吃完饭 贺老太太乐呵呵 把晚晚牵走了 我看向她 带我逛逛吧 贺锦瑶不吱声 但已经站起来 带着我后花园走 走在池塘上方的郎亭 她先开了口 奶奶都跟你说了 我嗡了一声 所以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沉默片刻 因为在生气 我没说话 她又道 我以为在夏威夷 你已经把我认出来了 结果 你只是想去负留子 直接丢下我跑了 我有些尴尬 这件事 的确是我做的不对 那我要是一直没认出来你 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 她停住脚步 转身指示我的眼睛 她的眼睛生得很好看 之前在床上 情到深处 我总是会被她的眼睛吸引 沦陷 对视之后 她十分正式地说 不会 我只是在生气 等我不生气了 我就会去找你 感情这几天她这么别扭 都是因为在生闷气啊 我想了想 又道 那你们的官方账号 怎么发声明说 你们家没有私生子啊 我还以为是不愿意承认婉婉呢 谁知道她说 婉婉是我的亲生孩子 是贺家这一辈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 怎么会是私生子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我又问 婉婉说 你给我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钻戒 准备向我求婚 她也没否认 点了点头 我的眼睛顿时就亮了 钻戒呢 她嘴角一抽 你看到钻戒 比看到我还高兴 她冷笑一声 恢复平日里欠扁的样子 我还在生气 所以还不打算给你 我一听 那哪能行啊 我的大钻戒 肯定要趁早拿到手 于是我点起脚尖 在她的唇上落下一吻 然后满怀期待看着她 现在还生气吗 她眼里闪过一丝洞容 但很快 她就占据主导地位 慢慢逼近我 温浅 当初在夏威夷 你可不是这么讨好我的 我有些羞难 虽然我本质上是个大色女 但这毕竟老宅 晚晚和贺奶奶都在 眼看着她已经逼近 我只能扭头躲开 别 等会被人看到了不好 谁知道她直接捏住我的下巴 逼我跟她对视 她笑得蛊惑人心 你难道没发现 后院已经没什么人了吗 奶奶故意给我们制造机会呢 经她这么一提醒 我才想起来 刚才去吃饭时 一路都有人 可现在 偌大的后花园 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我的脸红成了血馒头 它温热地稳落在我的唇上 我们不要辜负奶奶的一番好意 当然 我在老宅留宿了 当然 又是腰疼一夜 第二天 我睡到日上三干 等睡醒的时候一摸手机 发现助理又发了几十个电话 我一接通 助理火急火燎的声音传来 呜呜 老板 我们晚晚成为超级豪门小公主了 我看到她微信上发来的新闻 原来是贺家官方账号 大半夜发的消息 说晚晚不是私生子 而是贺家长孙 而至于我 声明里是这么说的 之前一直未公开 是因为我们总裁 还没有得到认可和民分 现在正式声明 温前女士是贺锦瑶先生的未婚妻 不日将会举行订婚一事 我正看着 浴室的门被人打开 某个身材完美的行男 裹着浴巾出现 她周身萦绕着水汽 慢慢向我靠近 暧昧至极 她把硕大的钻戒 套在我的手上 所以温前小姐 什么时候有空跟我去领个证 证实给我个名分啊 番外 领证之后的当天晚上 贺锦瑶的朋友 给我发来一个视频 是在某一个私人会所 一向雷厉风行 不怒而微的贺家 掌权人贺锦瑶 喝醉了酒 满脸通红 正捂着脸哭 她不记得我 她还只想要孩子 我说还她自由 她就麻溜离开我的房子了 她不要我了 我该怎么办 我看着视频里 哭得泪流满面的男人 哭笑不得 男人恋爱挠起来 真是不要命啊 但都领证了 我还能怎么办呢 以后只能对她好一点呗